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紅哥小教室 我是紅哥 今天呢 紅哥小教室 來跟大家聊 之前我有預告過的 就是所謂的集中火力 什麼叫集中火力 其實做股票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順勢去加碼 比如說你買了一檔股票 然後呢 它表現其實超乎你的預期的好 按理來講 這檔股票你要買很多 你剩下多買一點 要集中火力 但是事實證明很多投資者 他並不會這麼做 根據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散彈打鳥還是絕大部分人會幹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要來告訴大家就是說 集中火力的重要性 因為你能不能富大貴 你能不能大賺 真的 要把錢花在刀口上 你要買對股票 才能夠真正能夠大賺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如何集中火力 趁盛追擊啊 我就以這個金星科 這一波大賺來講的話 來給大家做一個 算是講解或教學也可以啦 讓大家更能夠清楚的明瞭知道 什麼叫做集中火力 趁盛追擊啦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到啦 就是說我們做股票最主要是什麼 做價差嘛 要賺價差嘛 那價差怎麼賺 當然有很多種方法啦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到過的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 你要把這個價差做得好 股票是不可以要一直換 除非你做當充 比如說你都是 不流倉我今天買今天賣的 那不流倉的 那當然股票換來換去是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把 這檔股票的價差打個比方 比如說你今天看到一檔股票 從50塊漲到100 是大漲一倍 那如果你50塊買了100塊賣掉 是不是賺了50塊的價差 但是有可能你一直換股票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就是只能賺這麼一趟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50也加 也買進60也加碼 70也加碼 然後到80也加碼的話 那你就有辦法 把你的價差累積到的那個 獲利空氣會更大 可是如果你一直換股票 就很難去做得到 因為你可能把 本來應該拿來加碼60塊的 加碼70塊的資金 跑去又買別的股票 很有可能這樣一換過去一買 哇 買了那股票它其實是不漲的 那就錯失了 你這種順勢超速 可以賺到 大加差大波段的一個 操作的重心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他聊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有案例來跟他提 我比較清楚 再來事故的檔數比較太多 這也是一般很多投資朋友 都會犯的錯誤 比如說你 比如說你今天買了A 買了B 買了C 買了D 比如說你基本上都在同一個時間進去買的 結果呢沒想到這個D的表現是最強的 哇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但是呢按理來講你應該把 多餘的資金去集中在這個D這一檔 可是呢有的投資朋友他做法就是會把資金拿去加碼在A 比如說A 因為他可能看D在漲了嘛 快快快 D不要再買了跑去買A 甚至跑去買A 買B或跑去買C 沒想到這三支股票 A還跌下來 C完全不動 B完全不動 哇真正應該把錢集中在D的 結果都沒有這麼做 所以當然的你說 那比如說D的表現符合預期 我可不可以把A賣掉 然後把資金挪過來D 可以 這才是一個標準的做法 這在太弱流強 這種太弱流強的動作 但是呢很多人都做得不好 這所以說 有點可惜啦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講這個部分 再來 表現符合預期 你就要順勢操作 就拿我剛剛舉到ABCD的例子嘛 是不是只有D是表現符合預期 A是跌的 那麼呢 既然D的表現是符合我們預期的 我們就應該要盡可能把資金集中在D身上 這就是一種所謂的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 再來 表現不如預期的就不要再攤平了 這個比如說就像我剛剛舉例的嘛 A還往下跌 結果D再往上漲 那B跟C呢 還在盤整 沒什麼動 那你不能說哎呦 反正我D已經賺錢了嘛 那我就去 A跌下來那去攤平 千萬不要做這種傻事情 這是大機會 絕對要把錢放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而不是去把錢去攤平那個最多的股票 大家懂吧 這個我相信如果你們有多看那些 仿健的一些 叫人家做股票的書 基本上來講也都會認同我這種說法啦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要把資金 擺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當然懂吧 這個就是我今天跟他講的 要把資金擺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怎麼擺呢 等一下我會舉案例給大家看 當然懂得吧 這就是價差做得好的幾個關鍵 很重要把它記起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金星科 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角 金星科這一波我今天錄影的時間 我今天錄影的時間是8月31號 今天錄影的時間是8月31號 今天金星科表現還不錯 如果大家要看盤的話 那這個資料做是8月30號做的 所以你看喔 今天的金星科還平行高啦 已經都快要衝到400了 那當然我已經把它出千了就不管嘛 後面後面後面的事情 那以這一波金星科來看的話 你看喔 他從225這邊先反彈一段 然後壓回再從236塊再大漲到這一波目前的最高點 385 那我就以我截圖的這個最高點 385要跟他聊了 一共上漲149元 一共上漲149元 漲幅高達63% 算不錯喔 以這一波說的IC設計來講的話 當然IC設計可能少數還是有一些 漲得比金星科強的 但是不可否認喔 大盤這一波反彈 也不過才反彈大概三成多一點點 但是你看喔 以金星科來講這一波大漲的63% 表示他的表現是超越大盤 將近一倍的 表示說這個股票以金星科來講 他的漲幅是凌駕於大盤的 這絕對是強勢股 所以這是金星科的部分 然後呢 來我們來看另外一檔 就說為什麼我要拿金星科跟創委去比 因為這堂囊股票我都有買 可是事實證明 如果去買創委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創委的漲 他也是有漲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漲幅就差很多啦 就還比大盤少 大盤還有漲將近三成多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你看喔 以創委來講他的表現 就比大盤的差 他這一波只漲27塊 最低最高啦 從111到137 差漲27元很少對不對 漲幅在25% 我是指8月份這一段喔 7月份這邊也是有漲一段啦 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重點 今天重點是在比較8月份的這個漲幅 所以大家懂了吧 就說因為創委我也有佈局啦 我也是有帶會員買進 我們是買在這裡 也是有賺 但是賺了就沒有像金星科那麼多 所以我相信如果說今天 這兩檔股票讓你來選 我相信百分之100的人 都要選金星科的嘛 大家懂得邏輯嗎 我們先不去考慮股價喔 因為這兩檔股價有差別 你看金星科是200多塊嘛 然後呢 這個創委是110嘛 所以這股價上是有差別的 當然我們先不去考慮到股價的問題 就是說就股票的漲幅來講的話 我相信如果今天可以把時間 拉回到8月初的話 我相信百分之百 每個人都一定要買什麼 買金星科的嘛 大家懂得邏輯嗎 但是為什麼很少人 有辦法在金星科身上大賺 關鍵在於說 你沒有做到順勢加碼 好很有可能你看到創委跌下來 又去買創委 這樣懂吧 不可以 一定要把資金拿去買在什麼 金星科就是表現最強的 在一檔股票上面 這是我今天跟他聊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要把資金呢 集中在最強的 當然這個 當然啦 判斷的準則 有些投資朋友 他的判斷準則 他可能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 還是會把錢拿去買那些 還沒有漲的 因為他可能心裡面會有個想法嘛 金星科已經漲了 知道是我有買 我已經賺了 但是我覺得搞不好這個創委有可能會補漲 所以他跑去買創委 這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會有一樣的想法 大家懂吧 但是事實證明告訴我們都是錯誤的 當然不是說創委他不好 也許他後面真的有機會 來個ABC坡 有可能 對不對 也許他後面真的有機會 再來個ABC坡 後面一衝上去 還可以突破前面150 也許有可能 但是大家知道 你無形中已經浪費時間 在這種股票上面 因為相比之下 如果你可以先把金星科的價差先賺起來 為什麼不先賺 即使後面創委有機會在漲 那是後面的事情 大家懂吧 這是這種欲強折強的一種操作的概念 所以你看 以金星科的這個操作來講的話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 因為我在節目上公開了 從6月底開始 這是6月跟7月的操作 6月這個不看你無所謂 你看我們光7月份來看的話 價差累積起來 基本上都是以當充為主 還有隔日充 連同這兩筆加起來你看 光7月份的價差就高達95塊 那8月的部分 我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以8月份來講 我們從8月3號那天 從236塊 這邊開始佈局 這筆當就當什麼 波段單 這個就是所謂的波段單 因為最低的成本 一定拿來當波段單 然後其他的大部分都以當充為主了 然後這邊也有留了一筆 這兩筆都自己留起來做一個波段的價差了 其他大部分都當充掉了 當天有專家當天做的 那你看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後面這一段8月份的金星科的價差 就高達260塊 為什麼 因為7月份的時候啊 金星科他還在打底 大家懂嗎 7月份的時候因為金星科他還在打底 所以那個時候即使有做到價差 但是沒有說很多 可是你看喔 當8月份這顆大漲一起來 哇你看 價差立刻可以把拉到200多塊 你要想金星科也不過8分 他還漲多少149元啊 但是跟我一起操作的話 你看光金星科的價差 後面這一段可以大賺260塊 差很多 差非常多對不對 大家懂了吧 可是如果你把資金拿去壓 創回能不能賺可以 了不起一張大概賺2萬塊 而且還要確保你是買最低賣最高 否則你可能2萬塊的價差都沒有 所以大家懂了吧 就是說同一檔股票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 要學著把資金集中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原因就在這裡 我從金星科這個這檔股票上面 我就要印象給大家知道 你要懂得把資金集中在最強的股票 才能夠大賺 這個部分 我相信長時間看我節目 就大概都懂我的一個操作邏輯跟模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call訊的部分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show call訊的用意 我是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的一個代盤的習性 比如說以金星科來講的話 你看我們從8月3號這一筆 最低價開始買進 我的call法很簡單 就是會給一個區間價 因為這是200多塊的股票嘛 這200多塊的股票 所以我會把這個佈局的區間 大概做到3塊錢左右 所以你看我們8月3號那一天 建議的是在236到238開始通知買進 那那一天大盤那一天 因為那天波動不大嘛 所以這筆單呢 也沒辦法當充掉 我就留著 那這筆單就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波段單了 變成波段單 就逢低卡位 逢低卡位 這個位置卡的好不好 我相信我們來看K線就可以知道 好你看喔 8月3號在這邊 好卡的還不錯 8月3號 記得在這邊 好卡的還不錯 好卡還可以 基本上已經 基本上就是卡在最低點了 那為什麼這邊要卡呢 因為這邊沒有量 所以大家瞭解到 就是說 所謂的風低卡位 一定是卡在什麼 量縮的時候 大家懂喔 一定要懂 當它開始表現符合預期 開始漲的時候 就是順勢加碼 懂嗎 所以風低卡位跟順勢加碼 它是兩個不同的一個概念 它如果還在打底 那就比較順勢喔 懂嗎 那叫風低 就好比說現在 你問我的話 比如說你問我 那現在創緯呢 它比較符合就是所謂的風低卡位 因為它漲勢還沒有起 等到漲勢一旦起了 那個時候呢 才會有所謂的順勢 你現在去買像這種股票 它就是一種風低卡位的概念 也許這邊打一個雙底的結構 那當然這邊可以卡位 大家懂那個概念了 要懂那個概念喔 好 我們持續往下看 那這筆單就是風低卡位 再來 當整個金星科開始慢慢漲勢 開始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順勢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 8月8號那天的買點 他們發現到 那天買的成本就比較貴了 買在255 大概257 為什麼 因為金星科開始漲了 它開始脫離底部區 所以你要再買到230幾塊的成本 已經買不到了嘛 大家懂了吧 所以買進的成本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如果當天現買有現賺的話 當然我們就可以做當充 所以你看那天我們掛價 8月8號那天剛好復興節 掛價278塊 你看 低進高出那天搭賺23塊的價差 為什麼 為什麼那天可以搭賺那麼多 因為那天金星科已經開始突破了嘛 開始突破了 好一直到8月12號再持續的買進 你看 你看那天的買點已經到多少了 他們發現到已經到270了喔 已經到270 到273了 哇怎麼買那麼貴還在買 230不買 240不買 現在270還買 不是 這叫順勢啊 因為股價在漲嘛 股票正在漲 那你順這個勢去買 那當然你買進的成本會越來越高 這很合理的 當然有的投資會覺得說 哇那我可不可以不買 那看你自己 如果你跟我在240這邊有 有逢低買的 你在250這邊有逢低買的 那當然你270不做都可以啊 因為你已經有低成本的優勢 懂嗎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240又買了 250又買 那200基站買這叫賺了更多 那同一個概念吧 那萬一看到300多塊 那你來買7不買不是很笨嗎 事實證明 這一波金星可以漲到390 那你說買來買7算貴嗎 也不算貴 也不算貴 好大家懂了嗎 這個才叫順勢操作 就是買進的成本也許會越來越高 這很正常 因為你買到強勢股嘛 你買到強勢的股票 它越漲股價越高 那你越買越貴也很合理啊 也很合理大家懂吧 那至於目標在看到哪裡的 那自然我會告訴你們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 所以我們在270那天 你看那天8月10號那天 270 273買進 然後當天運氣不錯 現賺漲停板 所以那天我掛價漲停板 把它沖掉 你看那天又是一個大賺 23塊的價差有沒有看到 23塊的價差是什麼概念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一天 這裡買了一張 當沖掉 那天一張就大賺 23000塊的價差 一張 大家懂了吧 如果呢 你資金夠大的買個5張 你看光那天就搭賺10幾萬 買個10張就搭賺23萬 當然不是說那天 不是說一定有的那天 一定會買那麼多啦 可是事實證明的確是有這種實力的人 的確是有這種實力的 像我的會員一買都是5張起跳的 所以說你看那天 按照的指示帳做一筆 那一天我跟你講 不要說一年的會費 我看大概已經 已經會費已經賺到 已經不知道可以續約多久了 大家懂那個概念吧 這種順勢的概念 這就是順勢的概念 所以大家懂了吧 為什麼要把資金集成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而不是去把資金去買在那些還沒漲的股票 所以你看你把時間 再把它倒回去看 你會發現到 我為什麼一路一直 就是節目上一直告訴大家做金星客 就是一種順勢的概念 我反而很少去跟他提這個創委 大家懂我意思吧 你看我都是跟大家講一個順勢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懂得去操作這種最強的股票 好一直到8月23號那一天還是持續買進 你看那一天8月23號 大家發現買進的成本已經到達多少了 300了 因為創委已經衝過 不是創委 金星客已經突破300塊了 所以那一天再買已經是到多少了 300到300 305到307了 大家有看到了 越漲越多 越漲越多 但是那一天這筆沒有衝掉 因為他就尾牌稍微壓下來 所以這筆單留著 當基本單也沒差 反正我們在236塊這邊有買 我們在236 在236到238 這裡有一筆基本單嘛 所以即使這一筆單 我打個比方 萬一沒賺錢 你把它平均起來你的成本還是在多少 也是大概270 一起來買6左右 也不會虧 動嗎 那如果當然有到目標價 比如說我到有目標385塊388的話 那你看買305到307 算買貴嗎 也不會有 因為一張的價差還有到 5-6萬塊以上 所以8月14號這一筆 就留倉當基本單 等於算是一個加碼單的概念 那8月14號那天310 312買進 當天先買有先賺 所以那些碼當中掉在小賺15塊的價差 這個我就快速帶過 一直到8月29號那一天 我建議大家370塊獲利出清 我並沒有賣在最高點 我並沒有賣在最高點 那天我就建議我們370把全部出清 獲利出清 這天全數尾盤把它出清掉 那波段單 波段單套利135元 我們是指 在236換來比買的 你看光這一筆單一張就大賺135,000塊 一張 如果連同加碼單 當充單把它加進去的話 大賺260塊的價差 等於就是26萬的價差 這是指一張去計算 一張去計算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到就是說 為什麼有些股票 我會在節目上經常去提 我很少會拿弱勢股的 來一直去跟他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去討論那些弱勢股 就要比如說這兩天 就有會員有個留言 還有一些廢會員有個留言 就說這話是有些股票 為什麼很少拿出來講 當然啦 因為我們把時間浪費去研究 弱勢股是沒有意義的 大家懂吧 我們應該把時間跟我們的資金 還有把我們的精力 集中在這種最強的股票上面 因為事實證明嘛 弱勢的股票 你一直去握著他 一直花時間去買他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有沒有讓你賺很多錢 你何必浪費時間去研究這種股票 為什麼那麼弱 可是反觀 如果你手上剛好有一些像金星科 這麼強的股票 你應該要好好的把你的時間 精力還有你的資金 集中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大賺 大家懂吧 那萬一那些弱勢的股票一直都不好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金星科大賺的錢 然後去把那些弱勢股把它淘汰掉 就可以做到大賺小賠 即使萬一有些股票真的虧到了 也虧不多嘛 那我們就拿金星科大賺的部分 一個部分的資金去填補 這個買到弱勢股比較 可能沒賺到甚至還虧的部分 這就是很多投資者可能比較不懂的 這就是所謂一種都大賺小賠的概念 大家懂嗎 而不是說一直去研究說 哎呀如果是那股票買了虧了什麼的 我跟你講不要浪費時間去研究 為什麼那些股票會虧 對不對 你看喔 我們看 我們就講嘛 我們就講一些學校裡面的情況嘛 你覺得一個老師 他會一直去花時間去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學生永遠考最後一名嗎 不會的 他一定告訴你 人家第一名是怎麼讀書的 第一名 考第一名的 永遠都是全班第一名的那一個 人家是怎麼做準備的 人家功課是怎麼準備的 他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你看到那個最後一名 每天不讀書 每天在玩 龍流人 研究那個幹嘛 我們一定要以一個榜樣為主 懂嗎 以一個模範身為榜樣 為什麼人家可以當第一名 譬如說金星科為什麼可以大賺 我們要去探討 為什麼這個金星科我們可以大賺 他懂吧 不用太浪費時間去研究那些弱的股票 因為研究那些沒有讓你賺錢的股票 你沒有賺錢你知道嗎 他只在浪費你的時間 你一定要懂得如何把資金做最有效的運用 如何把資金做最有效的運用 就是要把錢拿去買最強的股票 這才是一種正確的做法 當然懂了吧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如何把你的資金 我們講什麼叫欲強值強 然後什麼就是我們集中火力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何把錢投在最強的股票上面 才叫做最有效的運用 大家懂吧 這是我今天這一期小教室 要跟大家講的部分 也希望我這樣子的講解 大家能夠理解 什麼叫欲強則強 什麼叫資金集中火力 趁勝追擊的概念 就在這裡 這是金星科的一個大賺的實路 也給大家看call訊 也給大家看一個操作 我相信你會很容易去理解到 什麼叫做資金做最有效的運用 那當然 如果你對我的操作 有高度認同的話 你想要能夠多認識我的話 記得把你的手機打開 搜尋YouTube 三關破陣 找周鴻老師 那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你有訂閱的話 每天的節目一上架完之後 他會提醒你 會提醒你說今天最新的節目已經上架了 可以多看你節目 那當然我比較鼓勵大家 真的要多看你節目 因為有時候你去看我發的那些文字的部分 那當然那都是事後發的 你要了解到我的操作模式 我的操作邏輯 為什麼我能夠選到像金星科這樣子的股票 好 我不希望大家都是 等到我都把股票做完了賺完了 你才了解 最好就是能夠每天盯緊我的節目 然後去追蹤 去了解 哦 我又看好了什麼股票 好 就要比如說在那天的節目上 我已經開始要跟他預告了 接下來大盤如果要突破一萬六 什麼樣的股票有機會 好 一個選股的方向跟邏輯怎麼去選的 在節目上我都會很清楚去跟他做一個說明 做個報告了 所以啊 記得訂閱 訂閱很重要 好 再來呢 那有個不會到問題 或者是想要跟我做一個溝通的 我們 我都有這個粉絲專頁 目前來講有兩個官方的這個粉絲團 一個就是這邊 二維碼這邊呈現的 id是atandy5168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 我們小教室的這個官網 也就是下面屏幕下面看到的 SKY的5168 這兩個都是我 官方的這個粉絲團 不要搞錯了 如果不是這兩個的話 基本上都是騙人 都是假的不要被騙了 現在那種柬埔站那個詐騙的案子太多了 所以說一定要記住 只要是要找周老師的話 一定是 Andy5168 這個官網的粉絲團 要不然就是SKY SKY 5168 這兩個粉絲團 只要是有另外那個人 那一定是騙你的 不要被騙了喔 好啦 那今天的紅歌解答事 就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有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分享訂閱 還有點讚 會有更完整的內容 可以呈現給大家 那節目最後 預祝我們所有的粉絲們 操作順利 我們下一期的紅歌解答事 再見